猛烈炮火不断发射 中共解放军近来几乎没停过军演 21号到23号又在黄海南部 连云港外海实弹射击 公告禁航驶入 从7月下旬以来 解放军在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 四海域军演超过30场 更直接恫吓台湾 在台海附近组织实战化演练 这是针对当前台海形势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所采取的正当必要行动 共军演习恐非做做样子而已 华府智库分析 犯台最可能时机 就落在11月3号的美国大选州 美国陷入党派对立 减少干预地缘冲突的可能 根据哈德逊研究所 海拳中心主任克罗普希指出 美国大选对台湾 可能是一种危险讯号 对中国大陆则可能是一个机会 这位美国前海军副部长 还认为解放军一系列演习 不只是政治讯号 也是对台发动攻击 进行军事准备 目的是在美国与其盟友 回应之前先攻下台湾 台海情势紧绷 五角大厦剑指中共的军演 也没停过 美方9月中展开 太平洋捍卫者2020联合演习 在阿拉斯加地区散民快速集结 据高度机动性的火箭炮武力系统被快速运来 重装武力还不止于此 长城飞弹系统假想敌目标明确 太平洋捍卫者2020是以跳岛战略方式进行作战 在30到45天内从美国本土 将一个陆军师与多个战斗队 以防部署到太平洋地区 我台海距离最近处仅仅130公里 联合版登陆作战 当然是我国军演练重点之一 两岸都声称不会开第一枪 共军却连续多日密集扰台 国军也已将第一集重新定义为 自卫版级权 究竟是谁在武力挑衅 各界都看在眼里 东新闻国际中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